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二零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這件事真是爆了 真是爆炸的爆 位於本港東南面的離島橫蘭島 發生釀成人命身亡的船隻爆炸案 事件中兩人獲救,一人死亡 其中獲救的兩個男子涉嫌非法入境被捕 案件交給重案去跟 在昨天上午八點多時 當時船家在西貢以南東龍洲對開 發現兩人身穿救生衣的男子在海面飄浮 立即洗前將兩人救起,並報警求助 兩人獲救時清醒 據知有人報稱其乘坐的船隻正在沉沒 所以跳海逃生 兩人被送往西貢對面海的水景基地 拒絕宋苑治理 兩人協助警方調查 到上午十時多 政府的飛行服務組人員 駕駛直升機飛到橫蘭島附近上空時 發現橫蘭島對開的海面有一艘船起火 立即通知消防 消防派滅火輪趕至現場開喉灌救 當時船上沒有人 消防同時搜索附近海域 未有發現墮海人士 據悉船隻曾經在消防到場前發生爆炸 隨後因為損毀而沉沒 經過初步了解 橫蘭島沉沒的船是一艘快艇 正是東龍洲獲救兩名人士所乘的船隻 沉船的地點和獲救的地點相約大致6至7公里 水境向這兩人盤問之下 雙分事發時 還有另一個穿救生衣跳海逃船的 但不知所蹤 消防、飛行服務隊和海事處等救援人員加緊搜索 及至下午4時多 在港島學咀港大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對開 發現一隻身穿救生衣的男子 飄浮在海面 救起的時候證實不治 初步相信就是那個人 而這個鶴咀島和橫蘭島 相信是相距5至6公里 據了解事發時 攝氏的快艇載著三個內地男子 有人報稱因為基檢問題 在快艇在橫蘭島發生爆炸 而獲救的兩名人士相信是非法入境者 身上亦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以涉嫌非法入境 將兩人拘捕 案件交給水警總區重案根 現在還有人偷渡來香港 還在香港開工嗎 大陸封城 我都不知道還在香港搞甚麼 應該死的了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多謝拜拜 拜拜 拜拜 Israel 金